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9月21日 今天呢,我来说一说另外一起 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性侵案件 这个案件呢,也牵扯到刘强东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这是哪一个案件 刘强东呢,原本在这个案件里面是跟他无关的 跟他毫无关联 但是呢,我今天惊奇的发现 刘强东在这个案件当中 他也撒了谎 毫无必要的撒了谎 他撒了一个什么谎 现在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子呢,已经是于2018年的7月23日 法庭的陪审团已经判决这个案件的徐龙伟 他是有罪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称徐龙伟 他是罪犯徐龙伟 这个案件呢,让我从头跟你说起 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白人女孩 他是一个摩托 我们现在呢,就把他叫做摩托 女摩托 他是这样的 在2015年的夏艇 有一个华人女性叫Coco 她在一个游艇的聚会上面 就认识了这个女侍主 这个摩托 这个女摩托 Coco在这个游艇聚会上认识了这个摩托之后呢 经常邀请她去参加一些中华人富豪的聚会 但是呢,都被这个女摩托拒绝了 一直到2015年的12月26日 Coco再次邀请这个女摩托 说我的弟弟呢,有一个生日party 来要求他参加 然后这个女摩托呢 这一次就同意了 那在2015年12月26日 也就是boksing day 在西方 这是西方的一个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大家都叫做boksing day 这一天呢 有一辆白色的豪华路虎车 接了这个女摩托 接了徐龙伟 还有其他的人 他们就来到了刘强东的一个pan house 就是一个豪华公寓 在楼下徐龙伟就告诉这个女摩托 这是一个豪华公寓 主人呢,是中国的大富豪 要求呢,在这个party上不能拍照 然后呢,他们就上了楼 大家一听这个生日party 就觉得好像应该是很多人 就以为是电影电视里面演的 富人家的那种豪华的party 大家就端着一杯酒 走来走去,有很多的人 其实这个party不是的 这个party一共就八个人 那在这个party上呢 这个女摩托就被参加这个party的人们呢 灌了很多酒 灌了很多酒 席间呢,所有的男的都向她灌酒 除了刘强东 刘强东没有向她灌酒 这个女孩,这个女 这个女摩托被灌了多少酒呢 以至于她在这个party上面 她就醉倒了 她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然后呢,这个徐龙伟就要送这个女孩子 送这个女摩托回家 但是呢,这个徐龙伟并没有带这个女摩托回家 而是回到了她自己的家 回到了她所住的这个香格里拉的酒店的房间 他们两个在徐龙伟的酒店房间待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女摩托呢 就作证说 在这一个多小时当中 徐龙伟扔掉了她的手机 扔掉了这个女摩托的手机 强行脱下这个女摩托的衣服 并且试图要强奸她 后来女摩托呢 在徐龙伟睡着之后 才得以离开徐龙伟的这个酒店 离开酒店以后呢 她迅速联系了她的男朋友 在她的男朋友的帮助下 直接就到警察局报了案 到警察局报案以后呢 警察马上就到徐龙伟的住处 把徐龙伟带走 经过鉴定 在徐龙伟的这个支架里面 发现了这个女性 发现了这个女摩托DNA的图谱 从2015年的12月26日 也就是27日 这个徐龙伟被捕 在2018年的7月23日 这个案件呢 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之后 法庭判决 徐龙伟罪名成立 法庭呢 是在2018年7月23日 宣布这个徐龙伟有罪的 判决徐龙伟有罪 之后 两天之后 在2018年的7月25日 刘强东的律师 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的声明呢 挺长的 我呢 给大家就读相关的一部分 他列出了三条 第一条是这样的 2015年 在刘强东先生 参与组织的一次 澳洲生日聚会中 有一位来宾带来的男子 久后将一位女士 带离聚会场所 并进行了性侵犯 该次聚会的部分参加人员 为朋友带来的陌生人士 刘强东先生 与涉事双方均不熟悉 聚会期间 刘强东先生 一直在忙碌下厨 准备晚餐 受害人在法庭上 也作证称 当天 向其敬酒的男性客人中 并不包括刘强东先生 且案发地点 也并非刘强东先生的家中 在这里面呢 在这个声明当中呢 就否认了 刘强东是认识 这个徐龙伟的 说这个徐龙伟呢 是参加聚会的 一个朋友带来的 并不认识 刘强东并不认识他 这是今年的7月25日 他们做出来的一个 刘强东方面 做出来的一个声明 那刘强东呢 在为什么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还有一个律师 是因为这件案件出来以后呢 牵扯到刘强东 因为是他举办的 一个生日聚会 媒体当中呢 不得不就报道了他 刘强东呢 为了避免他被 这个案件呢 牵出来 所以呢 就要求法庭 发布一个禁制令 要求所有的人 不得透露他的身份 法庭呢 一开始 做了一个临时的禁制令 要求呢 不要透露刘强东的身份 但是呢 之后呢 法庭又做了一个 正式的一个决定 撤销那一份 临时的禁制令 法庭呢 就认为这件事情 大众有权利知道 全部的案情 刘强东 个人的权利 不能跟大众的权利 相抵触 当他们相抵触的时候 大众的权利 要高过刘强东 个人的权利 不能让大众觉得 好像谁有权 谁就可以办到一些 穷人办不到的事情 那刘强东 在这个声明当中呢 他就说了 并不认识刘隆伟 因为他是一个嘉宾 带来的 那果真 刘强东 就不认识这个刘隆伟吗 首先呢 他这个party上面 一共就八个人 一共就八个人 那就说 包括刘强东 包括刘隆伟 包括那女模特 这就去了三个 对吧 其他的还有五个 刘强东就认识那五个 不认识这两个 一共八个人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吧 这种可能性有 尽管是 除了刘强东以外 就剩了七个人 那他呢 那个不认识 本来也就要求了 本来也就邀请了五个人 在加拿六个人的一个party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 昨天 我看到了有一位 澳大利亚资深的律师 他爆出来了一个 比较惊人的一个消息 在网上任何一个报道当中 我都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奇怪的一个谜团 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人提到 这是一个生日party呀 这是一个生日party 刘强东的生日 我们知道 它是三月份 它是三月十号 因为近年刘强东呢 在美国密尼索达 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刘强东的生日 他是1973年3月10日出生的 那12月26日 是谁过生日呢 显然不是刘强东 相差太远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报道过 甚至没有人提出来过 这个生日 这个本尊是谁呀 这个过生日的人 就是徐龙伟 这个罪犯本人 那个coco说 是他弟弟的生日 那就不一定说 这个徐龙伟 到底是不是coco的弟弟了 这个不能确定 但是呢 那一天是徐龙伟过生日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这个刘强东方面撒谎了 他撒了一个没有必要的谎 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 在他看来可能是很有必要 他要跟这个罪犯撇清 他不认识他 尤其是当这个罪犯 已经被判有罪之后 7月23号判了有罪 7月25号 刘强东方面就发了声明说 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但是 刘强东主持的 刘强东主持的一个生日party 他不认识谁过生日 他不知道谁过生日 他不认识过生日的这个兽性 这个是不是太荒唐了 刘强东这个案件出了以后呢 我呢 本来我离开中国时间太久了 我知道中国的这个社会呀 现在很污浊 各个圈子很污浊 不光影视圈 这些个有钱的这个 这个富人圈 贵人圈 都很污浊 但是呢 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污浊 高云祥和王晶 和张希 他们三个人玩三批 刘强东在澳大利亚 办的这个 仅有八个人的一个生日party 就能够发生了一个 性侵案 就有一个白人的模特 被邀请到了这个 八个人而已 包括模特 八个人而已的一个生日party上 按照刘强东方面说的 实际上是六个人的一个party 这个模特 为什么出现在了这个生日的party上 那个coco 为什么一定要邀请这个 女模特来参加 现在不清楚这个coco 有没有参加 貌似这个coco 并没有参加 貌似这个party上 就只有这个女模特 一个人 一个女性 刘强东 在他的朋友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他是朋友 他为他举办了生日party 难道不是他的朋友吗 对吧 在他的朋友 7月23号被判了性侵罪成立之后 过了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 8月27日他来到了美国的米尼苏达州 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吃饭的时候呢 就要请一个漂亮的青春的女孩子 出现在这个饭局上 饭局发生了之后呢 刘强东就要送人家女孩子回家 一开始跟这个徐龙伟一样 还邀请他去他的酒店 女孩子拒绝以后呢 就直接去了女孩子 他家里面 在家里面竟然也能够发生性侵的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他是一个性侵 我认为到最后 他性侵罪 刘强东这个性侵罪 我认为到最后 90%以上的可能性 会被判无罪 除非是双方的律师力量太悬殊 如果检控官比较慎重的话 刘强东这个案子不会起诉 因为疑问太多了 浪费纳税人的钱 到最后不会判有罪 好 那个呢 不是我这个视频想讨论 我就是想讨论 真的是 国内这个风气啊 太差了 太差了 我就觉得 那个女模特 那个女模特 不知道她有没有说 做这种性交易的历史 那个Coco邀请她来 那个Coco请她来 有没有一个给他们输送这个性服务对象的一个故意 那个Coco是不是起到了一个拉皮条的作用 不得而知 既然是中国的这个娱乐圈啊 富人圈啊 贵人圈啊 对吧 权贵圈啊 然后这种这个现象这么的普遍 这个拉皮条的应该是就很多 而且广大的这个民众啊 一定是比我更了解 我不了解 很多人呢 就是马上就能想到这是拉皮条 很多人呢 就坚信不移的认为 就是拉皮条 崔海涛就是拉皮条 那个Coco就是拉皮条 国内娱乐圈里面呢 有时候他们还指认说这个是拉皮条 女模特呢 也是仙人跳 说这个刘强东在美国的这个女侍主 这个小A也是仙人跳 仙人跳都普遍啊 对 好 昨天呢 本来是徐龙伟这个案件呢 老外这个法律当中啊 判有罪和判刑期 这是两个阶段的事 判有罪没罪 是陪审团来判 陪审团决定 有罪还是没罪 陪审团只决定有罪没罪 陪审团决定有罪之后 判多什么样的徒刑 判多长的 多长的刑期 就是法官的事了 本来定的是9月21日 9月21日 现在呢 是我们北美的9月21日的白天 澳大利亚9月21日 白天已经过了 澳大利亚的9月21日的白天 本来呢 是徐龙伟这个案件呢 判刑期的这个开庭 但是因为徐龙伟的辩护律师 没有到 因为什么没有到 不太清楚 没有到 所以呢 就开庭没有成功 没有开城 推迟了 判多少年不知道 徐龙伟呢 曾经要求申请保释 但是他的保释都被拒绝了 为什么被拒绝呢 因为这个徐龙伟社交广泛 他交往的人呢 都是有钱人 担心一旦被他放了的话 即便是他把他的护照 交上来 也担心有人会给他提供 另外的护照 让他逃脱 所以他的保释是被拒绝了的 然后你再结合那个王晶 王晶的保释一直都是被拒绝的 高云祥的保释也经过了五次拒绝以后 第六次才获得成功 所以呢 你就结合这个看 这个刘强东 刘强东被无条件的放走了 你就结合这个看 他们美国的这个警察 明尼苏达这个警察 犯了一个多大的失误 他是一个多大的失误 把刘强东放得无条件哦 明尼苏达 明尼埃普勒斯的警察 没有经验啊 没有经验 澳大利亚的这个法院 真厉害 澳大利亚的法院非常厉害 各种可能性 他们都想到了 你把护照交给我也没用 我不要你的护照 护照交给我 我想着你也有可能跑掉 你没准还有其他国家的护照呢 就跟郭文贵似的 郭文贵拥有多少本护照 难怪网友就说 抓流氓还靠澳大利亚呀 抓流氓还靠澳大利亚 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